佛教修行人真正用功怎么用法 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先学不执着 首先放下身 不要执着身生活 执着身生活 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所以能够真正不执着身生活 那身是什么呢 身是我所有的 要怎么说法呢 我的身 不是我身 是我的身 要这样说法 说得更清楚一点 我所有的身 这身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我的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 要搞清楚 为什么呢 身有身灭了有身死 我们有身死 我不生不死 如果把身当做我 那身死了 我也死了 那还修什么衣服 不必修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 自信生活 自信是什么 真心 我们有一个真心 真心是自己 其心动念 会胡思乱想的 叫忘心 忘心不是我 这个要搞清楚 忘心不是我 忘心是我有 我所有的忘心 所以要用真心 用真心的人 就叫菩萨 就是佛 佛菩萨 用忘心的人 叫凡夫 差别就在四天 那么修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锻炼 念什么呢 不起心 不动念 先修 清净心 由情而生 先修 清净心 清净心 不接受忍无 什么东西是忍无 弃情无欲是忍无 贪嗔痴慢是忍无 喜怒哀落是忍无 你能够在境界里头 瞬间 就是你喜欢的 没有贪念 心是清净的 一有贪念 不忍无了 你已经没有成会 这叫功夫 佛家叫功夫 世间人叫修养 修养意思很清 功夫的意思是 你能够不为外面环境所动摇 一天到晚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不受外托 干扰 不受外面影响 这叫禅定 这叫智慧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智慧 如如不动 是禅定 皆定会三修 全修了 在哪里修 穿衣吃饭上修的 应酬 带人接物上修的 那真大臣 与念经认识字不认识字念多少佛 拜多少佛 毫不相关 那么佛为什么叫武汉庄做样子给别人看的 舞台表演 让人家看这是佛法 这要好好的学 真进门来教你真干的时候 这个不重要 这也是个方法 为什么呢 你心静不下来 忘念太多 叫你念经 念经就不拿忘念了 有忘念经就念错了 用念经的方法来修成定 是这个意思 念什么经 什么经都行 是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选择你喜欢读的经 读了就读一部 不要搞太多 搞太多 搞砸了 搞乱了 一部经念到底 一生就念一部经 得定 开智慧 就成就了 你搞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这一部经真通了 得定 开悟了 开悟之后 所有的一切全通了